瑞芳老街九份游客多 不过因为老街里道路每次下雨 常常会有人不小心滑倒 因此瑞芳区公所陆续在老街坡道铺设防滑路面 九份老街 一年几百万的游客在这里进进出出 不过因为老街有不少的坡道 每逢下雨的时候坡道湿滑 常常让民众一不小心就会滑倒 瑞芳区长表示 之前公所已经改善三个坡道 现在又完成了三处 整条老街已经有六个坡道地点已经改善 确保民众的安全 每天的观光游客非常多 由于瑞芳地区山区多雨 每到下雨 在九份老街里面有三处的斜坡 容易造成民众施滑滑倒 我们为了避免民众 因为道路的一个步道的施滑 造成民众在行走时不小心 会造成跌倒的受伤的情形 我们瑞芳区公所就进行了铺面的改善 金山里长也表示 老街的坡道路面 最早之前是用花钢盐切成条状改善 虽然油比较好 但久了以后还是会滑 现在公所用粗食子铺面 止滑效果更上一层楼 不过老街毕竟人草拥挤 还是提醒民众要注意行走的安全 虽然没有防滑效果 所以他们有时候来这里 反而那个会更危险 可是我们公所很用心做了 之前前两年是做了前面这两段斜坡的地方 后来所有酒分的斜坡的地方 比过年前那时候全部已经都 都有施作这种防滑的洗食子 那我们是利用比较这个粗的一个颗粒的一个细的一个碎石 然后进行这个 我们全场总共有三处 那有这个35公尺的一个长度 那铺面设置之后 那民众跟里长反应走起来都相当的一个舒适 那也可以这个止滑 而且店家我们也都请这个 九份商圈的这个店家帮我们观察 那确实是有收到我们这个预期的一个效果 陈一正表示 这六处坡道都是以初始面来施作 摩擦效果更甚延时 目前已经改善完成 希望能让民众以及游客能更放心 更安全的游览九份老街 防范滑倒意外再度发生 建峰强 瑞芳长报道